财富并不止是金钱 世界上最大的财富其实是信用 只有真正让信用等于财富 才可以开展全球贸易的全新时代 现今国际贸易市场交易流程复杂 买卖双方软格重洋 沟通成本非常之高 建立双方信任完成订单困难重重 由于存在信用的担忧 每年有百分之六十四点一的供应商 在成交环节遇到困难 损失订金金额高达数百亿美金 面对外贸利润日漸薄弱的环境 对中小企业来说就更加是雪上加商 达成买家买家商方信任 促进交易 就是电子贸易从信息时代 进入信用时代的重大问题 也是阿里巴巴正在解决的问题 阿里巴巴香港推出全新信用保障服务 Trade Assurance 就是为香港供应商提供跨境贸易的安全保障 提升香港供应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只要开通信用保障服务 你将会立即获得两大价值 第一,展示信用 阿里巴巴将根据出口数据等综合表现 受予你一定的信用额度 最高可达100万美金 独特的标示及信用额度 可以在阿里巴巴国际站上向所有买家展示 从而建立供应商的诚信形象 赢取买家充分信任 第二,促进交易 阿里巴巴授予供应商的信用保障额度 解除买家后顾之忧 会令买家更有信心 从而更快落订单达成交易 当然,开通信用保障服务 供应商获得的诚信度提升 可以在多个线上交易的场景中 被买家准确识别 搜索产品时 买家在搜索结果的页面 可以透过信用保障标示 轻易找到你 买家进入产品详细页面和旺铺主页 同样可以见到你的信用额度 开通信用保障服务 可以展示信用、促进交易 这个已经是被众多供应商严证成功的事实 刚刚开了绿灯 香港开了绿灯之后 刚刚有客人 跟我们网上宣布问我们的生意 刚刚开了绿灯 即是有个信保牙 当然,如果用客人的角度来说 有信保对他的保障非常之大 其实就不需要考虑其他因素 你的质量行不行 其实就加快了他的决定 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就造成了这张单 对于信保和一达通的看法 我期待已久 我相信肯定一件事的讨论多了 因为这个明显地 我们有一张单已经做成了 买家是指定要走信保的 信保的作用和信息 已经传递到很多买家的层面 他们已经懂得 知道去选择供应商的时候 需要有这一样的条件 才肯去谈论 那件事我们就造成了 所以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所以令到我们现在打算 连一些我们本身做开 很多线下的单单 我们都尝试去 走上去信保和一达通去运作 供应商从阿里巴巴获得的信用保障额度 会随着交易量增加而不断提升 在这种良性循环当中 供应商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 自然会得到快速提升 信用时代已经来临 信信触角敏玉的你 一定已经感受到 这股浪潮的强大商机 因为信用 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伟大财富 阿里巴巴香港 携手与供应商建构全新外贸市场 开展全球网上贸易全新时代 生意恩信而易